OK,所以在Filter的部分呢,我直接先把这个FilterOffice接过来,然后呢, 呃,等一下啊,移动一下。 好,那这个Dual FilterOffice的基本上上下部分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的Resonance超过7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Office。 可以看到这个视波器现在已经有这个Sign跑进来,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是它的Frequency。 这个低音真的是太沉太好听了,那我们马上就拿刚刚的成一个影片用的这个Pitch Sequence来控制这个Frequency。 好,然后Envelope也来控制它的什么呢? Envelope要控制什么?它只有一个一个Pitch Frequency的Input。 嗯,所以就变成要Mix以后再送给它。 诶,不对,不需要不需要,好,就这样子就好了。Pitch Frequency。 好,然后在这边我们分享一下。 好接下来呢 我一样把这个声音送进我的 Envelope VCA 让它变得有断断续续的声音 拿这个 Envelope去控制Response 好它其实不太适合这样子做 好所以现在它只是一个比较偏Sign的声音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有一些泛音 不过它的泛音不多 那我们马上就来试这个Close Modulation 好我让下面这个 Filter呈现是一个 我先好像要先调音 要调音吗 不用 这样子调音 不用特别的 我先把这个Open 我用下面的这个 Filter做我的主要Octer 接进来上面 然后从上面发声出去 我们下车楼上车楼上鸟的表面 我们下车楼上鸟的表面 我用电音 我们下车楼上鸟的表面 我们下车楼上鸟的表面 好然後呢我增加它的resonance 在7以前 再來我去讓ambler去控制這個call off 嗯不對我讓一樣的pitch的訊息去控制上面的這個 然後讓它 modulation亮到7左右好 好接下來就是好玩的齁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close modulation 就是讓兩個聲音交互modulate 所以我用這個open去fm下面的filter fm的亮沒有開 然後我同時用這個open去fm上面的filter 像是這樣子 我還可以拿一個隨機 過來modulate它的response 我讓它速度慢一點喔 很猛喔 真的蠻厲害的 所以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喔 它這個filter啊 沒有什麼很特別複雜的結構 好在它們這個fm cvfm跟audioratefm的這個分開兩個接口 就是一個buckle style的設計 就是一個buckle style的設計 讓我們在改變它insert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的彈性 這個是它的特色 那最後呢我們就用 旁邊的這個 鋸齒布 不用我用一個buckle style來聽 看它認真當一個low pass filter的聲音 當然都沒有戲這個部分 直接這樣進來 好可以看到它到了大概4左右 就幾乎沒有聲音了 好打開resonance 改變它db速 改變它db速 我可以聽到往上的時候 它會砍的比較多一點 往下db速比較少 往上看比較多 那它不會像有 那種lady filter 那種動彈牌 filter 那種啾啾的聲音 因為它畢竟 設計出來不是要做那個樣子的聲音 你說這不是嗎 這個基本上就是它自己 那個self oscillation 所以在它到7之前 self oscillation之前 它都不太會有明顯的這個resness 這個resness 這個時候也是拿來當作 self oscillation 所以其實我不太care它 本身在濾波型的音色 那最後呢我忘記試一個東西 就是我要試試看它當作 pink filter 的能耐 那其實我已經試過了啦 大概response在 因為它一到7以後就會feedback的很誇張 所以 它其實作為一個pink filter的 percussion 有一點難控制它的尾音 這是真的 好所以我先把 我先把一個envular送 我看一下envular在哪裡 envular在這邊 我先把一個envular送給它 好 好 它現在很低 所以 好這個envular不夠envular 所以我送一個 不夠trigger 所以我送一個 呃 不對 第二個opps 喔這次引導我送錯了 這個不再寫 好 好 我現在送了一個 這個應該是10V的envular給它 作為一個trigger 可以看到它 算蠻尖的 可以成為做一個trigger 然後呢 可以聽到這樣就已經有聲音了 增加它的尾音 啊這聲音應該是它不自己的聲音了 我可以看到我馬上它就變成一個offer 尾音非常的難調 好 大概像這樣 好 所以它 有點難做為這個 一個尾音很好調的 這個pink filter 大概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我們還是可以用 像說我們去random它的frequency 好 像這樣子 好 像這樣子 ok 好 所以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最後最後來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用這個 我的數位的 book club bandpass filter 來做pink filter的話 所以我pink它 然後opper出來 增加resonance 我是不是把它mute掉了 對 好可以看到它沒有那麼明顯的 呃 會 feedback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兩個filter它是12db的 然後這個18跟24的 所以 它的這個resonance比較強 會比較強 直接去feedback出來 那12的比較適合去做 這種比較短的pink尾音 所以我想說這兩個如果 如果 就是這兩個filter如果配合 比方說用這個去pink 然後讓通用信號過去 讓它 cross modulation過來 它可能就可以得到一個非常棒的聲音 好 不過這個就是我之後要再慢慢去嘗試的 總之今天的主角呢 是我們的這個 soundfreak的 跟這個EMS聯名的這個duo field oscillator 好 所以這兩顆是 我這次tfm的 入手的東西 對 真是很喜歡 然後 對 終於有一些 嗯 類比的好聲音可以這樣帶出去了 所以蠻期待之後可以做的東西的啦 好 那就是這樣子囉 每天某組合成器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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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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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